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5月22日 马体会猎土蜂王在即 本周六深夜 西甲莫伦同时进行七场较量 其中一场焦点肯定是马德里体育会 与华拉杜列这场士官争冠 与户籍交致的大戏 马体会目前积分比黄马多二分 而且由于球队对赛网季落于下风 他们金杖要取胜才能确保夺冠 而华拉杜列也绝对不会轻易送出三分 因为这场比赛不能获胜就会确定降班 如此看来金杖火星撞地球的情况可以预期 另外连直播届时将会由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不知不觉间 金济西甲已经来到收官阶段 有人欢喜有人愁 但是华拉杜列绝对是愁眉不展的一对 因为他们已经连续11轮联赛不胜 目前只有31分在手 保祖形势已是身不由己 如果华拉杜列金济最终降班 他们也完全是旧游自取 怨不得别人 尤其球队在最近三轮联赛居然会全数落败 单看比数 0比3 0比2和1比4 也足以摧毁球员心中仅存的一点点自信心 华拉杜列在此期监场军师三球的后防线也简直不堪一击 就连进攻方面也完全哑火 两位主力得分手奥利兰娜如今正在养伤和维斯文居然颗粒无收 网级方面 华拉杜列对于马体会来说更加毫无威胁 双方近11次交锋 华拉杜列只有一盒十负的劣迹 而且最近四次对阵更加从未攻破对方大门 如今面对抢分心切的马体会 华拉杜列遭遇降班厄运 似乎已是天意不可为 就算是阵容方面 由于门将聚罗拔图和中场鲁宾艾卡拉斯皆遭遇停赛 加上后卫卢尔加尼路和前锋戈特路皆因伤雀阵 与几乎士夫天出战的马体会相比 华拉杜列也存在先天的不足 自2012-13赛季至今 西甲都呈现出黄马 巴赛和马体会三分天下的格局 但是马体会在此期间也只有一次夺冠的经历 他们渴望登顶之心 亦是路人皆知 进入经济西甲争冠的关键时期 马体会所感受到的压力比起赛季任何一刻都要大 虽然球队近期取得两连胜 但是连续两个主场都有失球 对于场军主场仅失0.58球的他们来说并不多谢 而且上账面对奥莎新拿更加在比赛中率先失球 如果不是连拿洛迪和苏亚雷斯 在最后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先后建功力挽狂来 球队如今甚至会失去争冠的主动权 要知道 由于马体会在与黄马金记的对赛战绩 一合一副尚处于劣势 球队金杖需要全取三分才能确保夺冠 但是以他们此前三季收官站 军录的合局来看金杖 恐怕暗藏汹涌 有幸的是马体会夺冠似乎早有预兆 是关巴赛金记送来了苏亚雷斯这份冠军赫礼 此子目前以二十个联赛入球名列西甲神射手榜前盟 而且在他取得入球的联赛中 马体会战绩为傲人的十三胜二合 如果球队最终成功登顶 苏亚雷斯毫无疑问就是最大的功臣 同时考虑到华拉杜烈近期自杀式的降班历程 马体会此番出征 还是很有希望再度举起西甲桂冠 阵容方面 中场汤马士立马阴伤必战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敬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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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